来啦 家人们 今天是黄金笋 吃两个嗅嗅的黄金笋 来吧 浅尝一下吧 这个黄金笋到我家的时候 冻的都是冰茶的 都快冻成一坨了 知道能不能影响它这脆度啊 哎呀 这两天在家可冷的了 今天晚上都零下20多度 25度 我这屋穿着时有点冷 它这个还是嫩 黄金笋香辣 这是我买的第二拨了 还是一袋三根装的 这样吧 我不要风度了 我要温度 我披个棉脑 哎 这么的吗 还恼火点 这晚上只要一步生火了 还没有太阳了 物理温度就降下来了 这是这块很香很香的地方 家里边吃狗尖尖 还挺脆 看来外边温度低 一动的没太影响它的口感 这个尖好香啊 这皮黄金笋的颜色特别浅 你看它的那个调料什么的 酱油啥的放点很少 就是本色很嫩 嫩黄色 我记得里边拿着黄金笋 颜色会有一点点深 像放了点酱油似的 但是没有 已经锅ря了 很有油核心 酱油 它的主魚 超级观众都ינ着面了 你手和你嘴还挺嫩 这个嘴你怎么了 受伤了 我其实不舒服 这块小小的 这块石头是坏了还是咋的了 让写下一块 黄金笋里边从来没吃出过虫的来 这块好香 有点凉啊 吃的好冷我家嘛 本来这部烧烫烫的 不冷的 你吃点这粮瓦肉 不行 下次我再录视频之前 我把水拨损下方 看什么热乎热乎 这东北零香二小时 都一定不是开玩笑 大白雅门们再见